中央宣传部及国家新闻出版处 若谈腾讯、网易等游戏企业及平台 强调要下决心改变有道玩家沉迷的各类规则及玩法设计 腾讯也有回应 腾讯说会认真学习若谈精神 从严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的相关规范及要求 昨晚ADR股价先下跌 近期科网股也回升了不少 会否趁这个消息再回升呢? 会否影响大不大? 如果这个约谈消息出了 如果我们看到相关公司的股价 反应不是太大 我想是好事 反映公司对监管消息 开始股价是逐步逐步消化 这个我想可以留意一下 这些约谈消息出了 对股价的影响是怎样? 譬如你见现在 好像腾讯开市前 都跌2个多% 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2个多%不是真的跌很多 要看开市出来之后 会否跌幅会扩大呢? 如果对监管的消息仍然很敏感 仍然有很多忧虑 但如果不是 开市之后 反而我们见到 跌幅慢慢慢慢收窄 甚至乎 不要说先到胜下收窄 如果跌幅能够收窄 或者跌幅的扩大 不是太多的话 其实反映股价 应该开始对这些消息的敏感度下降 这是有利后市的股价表现 所以我想 今天700的反应对约谈消息 是有一个指标作用的 而且今天的下跌也好 也要补充一个因素 就是裂口阻力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看图方面 在7月的时间 7月大概是23日之后 你记得到附近 那里有一个下跌裂口 那裂口如果你完全补充 其实大约的位置就是530元 如果你看昨天的高位 大约是529元 所以说去到裂口位 开始有阻力 阻力有个回吐 是合理的 如果上不了阻力的话 那你自然就回吐 所以今天这个跌下来 究竟是和约谈有关 还是因为裂口阻力有关 这个都是要考虑一个因素 所以变了来说 如果你是和那个 裂口阻力有关的话 其实就不是很关约谈事 但我当然很难 知道是受什么因素影响 但我觉得顺带一提 就是说你要考虑了 有那个裂口阻力的因素 可能影响了股价表现 所以我也是刚才那句 你看看今天开市之后 最终腾讯股价表现是怎样 究竟是 结幅明显扩大 还是收窄呢 这个就可以 告诉我们 究竟他对这些敏感消息的反应是怎样 这些敏感消息的反应